入境處處長曾國衛清早就到香港國際機場 聯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 再度啟程到武漢 中午左右抵達武漢天河國際機場 隨即打點一切,指揮接走滯留湖北港人的行動 在這一天坐包機離開的港人 就一早到達機場準備 星期四的兩班包機和之前一天的包機一樣 都是接載滯留在武漢以外地區 包括咸寧、孝錦和黃碩士的港人 第一班包機下午5點左右反抵香港國際機場 這批港人要家居檢疫14天 至於在星期三已經有281人 坐港府的兩班包機回港 東網記者何子豪報道